你問得相當好 因為我在中國記者銀行做了十年 我就很理解他們的十大國企 他們的管理模式跟中共的體制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領導 在國企那裡的領導 就等於如果你是領導國家的縮影 他們的管理文化是什麼呢? 它都是有些憲法寫在那裡 它都是寫得很清楚的 然後去到國企的時候 他們整套怎樣管治架構 有管治理念的 也都有些不同的監管機構在自己內部的 不過他們所有文件去到國企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鉛筆寫的 用鉛筆寫就是我們叫做鉛筆加文件來治國 為什麼呢?就是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你就明白了 然後呢 我也都引申在這一次的二十三條 你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它這麼急通過 在溫家寶的時代 如果大家在我們這個年紀 或者年輕一點都知道了 就有一個股票直通車 在2007年 那個時候 我們剛剛從美國銀行去到中國建築銀行 在香港的那些業務 聽到 收到消息 就要做 全香港的那些國企銀行 包括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 那時候還沒有農業銀行 個個都檢查了那些資料 真的是真的 馬上不是上面的領導 中央的領導叫我們 快點快點 快點什麼? 快點去買一些系統回來 預備去銀接這個直通車 那個個投資 加上加上呢 加上交行啊 紋身啊 還有招商啊 我想都有三四億的了 就是用了 啊 突然之間呢 溫家寶說 我沒有講過 是你們自己的消息亂傳而已 是不是? 那些呢 又買了那些Data Processing Center 啊 又買了那些機器啊 硬件啊 軟件啊 軟件買了那幾億就報銷了 你看到 咦 去到一個總理級啊 治國啊 他叫那些金融系統 放了一些資料啊 然後到最後呢 因為某些原因 哦 他們的中央不通過的時候就連個總理都說不認識 是吧 那麼你們自己收錯了啊 那麼這些就原不自覺了 是吧 那麼就插了它啦 那麼現在一樣而已嘛 現在你知不知道我們香港二十三條面對什麼呢? 面對由去年已經一早審完的立場新聞 判了案了沒有? 面對四十七人 他成半年了 審完 判了案了沒有? 接下來 黎智英先生的案件呢 四十幾天了 接下來呢 根據那個流程應該審了一半了 是不是? 那接下來要判案的嘛 那麼那些法官一判就死了? 那些法官會死啊 是不是? 那麽一判這些案 那些法官全部不是被人制裁? 跟著已經所有的法官那些加上那些檢控官專員那些 全部有落入一個名單裡面嘛 那麼那名單就預備去制裁它嘛 那最好是什麼呢? 他們就想通了一條計劃啦 上面的人 為什麼?又用原不自覺 那麼練呢? 為什麼你要匆匆忙忙 講回來呢? 既然那麽匆忙 為什麼不通知你呢?一早 那做什麼? 你們去坐飛機上來 你們去貧撲而已嘛 他不貧撲的 他在中央等你 就任由你去貧撲 即是不動聲色 對不對?叫你上來 上來之後呢 是用原不自覺 即是我不要捨得任何文件 你不可以在電話裡說 叫你上來 然後面授你 面授你 喂 現在呢 一國兩制嘛 一國兩制 即是你們要判案呢 根據一國兩制 即是普通法底下的基本法底下 你自己去搞好自己啦 那麼怎麼自己搞好自己呢? 我當日 他當然是這樣跟那些有關人士說啦 是吧? 我當日用《國安法》是幫你們鎮住牆子嘛 鎮住牆子 現在人家說要制裁你這樣 制裁你那樣 那你當然要令到這些制裁的局面打擊最小嘛 是吧? 但是你又要去保護國家安全 那麼怎樣呢? 教你啦 那麼 你就趕快坐車回去 坐飛機回去 去到那裡呢 叫所有 今屆我們不是完善了立法局的嗎? 叫那90個人出來 這90個人呢 根據我們《基本法》在香港一直以來的精神 都是三權分立 叫他們快些立法 為什麼呢?立了23條之後 就什麼罪 是判三年 什麼罪 五年 什麼 七年 什麼 十年 什麼 二十年 三十年 全部寫在這裡 寫了在這裡之後呢 叫那幫立法局議員 三讀通過 跟回香港的遊戲規則 通過了之後 不是有條法律可以給那些法官去依法治港啦 是吧? 那在那個司法系統裡面 和你立法系統裡面 是不是分權啦? 分了嘛 是吧? 那你這幫議員 是制定這些不良的法律 是吧? 是鬼佬那邊會說 哇 這些法律都制到出來 那你就說它差了 說這幫議員的智商低了 再不對的 你不是這幫議員做的不對 你們想做什麼 就只是這幫議員 90個背鑊咯 對不對? 好啦 當這90個背鑊之後 下一屆可以換掉它嘛 那就只是這90個背鑊 所以它說治理完之後 快點通過之後 那我們就集中精神去做生意啦 這樣 因為呢 所有的那些議員 如果在這個90個裏面出現的 可以全部換掉 將來整90個新鮮的面孔進來 只是說一些 怎麼去從商 怎麼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無窮無盡的嘛 這些這樣的 連善後選舉的那些議員 可以無窮無盡呢 選這個mediocre出來的嘛 永遠繼續可以 被它們原不治國底下操縱的嘛 好啦 那有了這些判罰了 將來 那些所有審了的案件 就跟這個23條底下 相同的犯法的原則底下那個內容 全部坐回三年 五年 七年這樣啦 好啦 到你外國的傳媒 或者外國的政府 批評它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歪論 這些這樣的害人的法律 全部不關人大事 是吧 只是關你自己立法局 你自己人去立法 你自己 那就應驗了 彭定康當年說 你將來輸給你自己的香港人嘛 是吧 那麼他沒有說錯啊 你說他是千古罪人 那麼別人的千古罪人 是code啦 就是當年你陳左耳 魯平說他千古罪人 那現在就是別人的千古罪人 一眼看穿你們那個遊戲規則怎麼玩的嘛 那麽現在 如果你沿著這條路走 那麼你就知道爲什麽 你們頻繁上來 我一點都不會有任何協議的 也都不需要安慰你 因爲你應份的 是吧 想離開人大 不過我要你馬上走回去 然後呢 馬上加班 然後馬上通過 那個目的呢 就是 接下來我越來越少時間做了 那個原因 那個民調 人家美國的民調出來呢 就是一路由特朗普領先了 我要有快速的準備呢 在他正式選票結果 在11月5日出來之前呢 搞定了現在所有的案件 那些大案件 以及呢 將來打死狗港架 是不是? 然後你們所有外媒 怎樣去透過你們的政要 那些和那些智庫 怎樣去批評我都不要緊 因爲所有的矛頭 都是指向呢 通了這個23條法例的所有副則 都是你現屆的立法局議員去背鑊 好了 那你背了鑊 有立功 那將來不做議員 可以做政協呀 可以做人大代表的嘛 那你就不會差得過何志平的 是不是? 他都立國有功的 是吧? 但是他要受惡在監獄 你也都不會差得過 中華基金的 你也都不會差得過 那個能源 中華文化能源基金的 那些人的 全部都不會差得過的 因爲那些呢 就真是在國際線裏面打的時候呢 有所要犧牲的 你現在只是搞回香港而已 那當你明白這個流程 它爲什麽要加快 但是 其實只不過呢 是找人呢 去 即是去背這個23條通過的法律 而這幫人呢 將來只不過是一個condom來的而已 但是呢 它的condom 它已經選了嘛 因爲它一定可能不用有機會去外國旅遊的了 是吧? 但是整個這條法律之後 它就可以真的重新起步了 因爲上面的官 由港澳辦到那個人大 通通呢 都不用揹飛 是吧? 包括夏浦龍都不用揹飛 他來到香港見你 都不會跟你講一句 是不是? 一句都不講的 回到去開兩會的時候 才跟你講的 由他的大佬啊 丁薛祥講的 是不是? 但是丁薛祥不會寫支 用支援著筆寫給你 我想你這樣 想你這樣嘛 是不是? 全部用口說給你聽 爲什麽? 它將來有得走盞 走盞 我又講了給你聽嗎? 我不過叫你加快而已 你是不是要快到這樣啊? 如果那個形勢是不開它 是吧? 那它又可以反過來 任它沒有 當你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就他們自己 誰人都知道 現在你的市長去執行它裡面 給你的差事是很正常的 不過就是你就是不懂得玩這些東西 你上了這個船 你要玩它那一套進去 就是當年我們從美國銀行 跟回那一套東西 過去建安之後 你如果那個文化不對 那你就走咯 是吧? 你就跳船咯 你就轉工咯 是吧? 沒有人逼你的 是吧? 所以我們當年完成了那個收集之後 三年內走了七、八成人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就是做事的文化 完全是南緣不設 那你會這樣 那現在香港是一樣的 現在你做事的文化要在回歸一半之後 突然之間轉向全部跟它 沒有了一個兩制的那個做法 那我們在建行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美國銀行不賣給建行 是一個商業機構 那很自然呢 你自然跟回那個老闆 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這些理所當然 但是我們在這個政治 就是香港的那七、八萬人 去過渡去九、七、過渡去 這個五十年不變的時候 是有一個中英聯合聲明 說給我們聽 我們才會留在那裡的 是吧? 就是我們還有沒有照跳馬照跑的 是不是?才會留在那裡的 是不是? 就是現在去到一半被人賣了豬仔 你才知道 如果不是為什麼英國會這麼好死啊? 立刻給你五加一 就是因為他協議的 他大佬 他覺得 哇! 什麼這樣玩啊? 在國際間的合約都 他都覺得 真是羞愧了 是吧? 被人賣了豬仔 但是沒有聲音出來 因為你現在 不是當年的日不落國 是吧? 是吧? 人家喜歡賣你豬仔 就賣你豬仔 那你用這個方向去想它 你就不明白為什麼它要加快了 至於它的內容啊 那些條文怎麼苛刻啊 很多人評論了 是吧? 也不需要我們這些 這麼膚淺的人 有所意見 多謝大家 拜拜